今天广东的气温非常的高 太阳很大 哈喽各位兄弟姐妹 大家好啊 我是小冬 今天是农历7月14 云间的鬼节 但是我没什么庆祝的 今天还是去面试 去一家食品厂面试电工岗位 继续找工作 这家工厂离我这里有15公里 要转两趟公交车 现在公交车还没有来 期望面试成功 我刚下公交车 现在我来到这个地方了 这个地方是一个家庭交易市场 我看到很多外地拉过来的 那些鸭啊 在这里 我给你们看一下 大家看到了吧 对面那些小货车在外地 把那些家庆啊 鹅啊 鸭拉到这里来交易 好了 我现在走过那间工厂 那个食品压厂也是做鸭的 做烧鸭 烧鹅 过一看 广西 这辆货车是广西的 在广西那边运那些鸭子过来 哇一大只鸭子 好多货车拉那些鸭子过来这里交易 昨天去那个香港工厂那里面试改的待遇不太好 很多网友叫我不要去那里上班 所以我就没有去了 今天继续去面试 就是这栋楼了 这家工厂就在这里 我要进去 那里楼梯口转上去 二楼是吧 好 谢谢 那从这里楼梯口脚上去才行 好了 我刚从那间鸭厂面试出来 现在再挡公交车回去 我跟那个老板娘在办公室聊了大概有十来二十分钟 她看了我的简历之后 她给我月薪是六千块钱试用期 我觉得还可以 她说她的工厂 她的鸭厂皮加工厂工资要高 这个是确实 昨天我去那间香港工厂面试才给我四千块钱月薪 我不愿意 她叫我后天上班 因为明天工厂时间休息 我后天早上去那里上班 终于找到工作了 不用干日节干零食工了 视频先到这里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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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